所以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是文字语诈 不过我们这边有很多范例,当然不可能每个都讲 所以如果你想要练习的话,答案都在云端上也有 OK,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要往前推进逻辑函数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打开这个逻辑函数 切到if的地方 那逻辑的话在那个,无论是程式也好 或者是说在函数也好 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什么? 就需要判断,那判断谁判断? 如果你自己的话,那就眼睛判断 用眼睛判断的话,你看浪费,比如说这个及不及格 比如说如果说它的平均成绩是大于等于60分那就合格 反思就是不合格,像这个就不合格 那如果你不会用快点方法,你就自己用眼睛看嘛 所以以前当老师的话,如果学生少还可以 但学生一多,你统计成绩就非常的麻烦 当然如果你会以Sale或用VBA的话,统计成绩就会非常简单 比如说现在大学生一个班都至少六七十个人以上 所以每次要打成绩都很花时间 所以我每次要想一个方法,如果快速的把他们成绩都算出来 并且还要讲究公平公正 因为现在的大学生都非常的重视这一点 比如说谁不认真为什么可以拿高分 我认真为什么拿低分 你还要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我们有个评量标准 你看到他很混不代表他是真的混 他可能私底下很认真 你也不知道吧,对不对 当然一样,我们尽量就是说用程式来解决一些问题 像这边标准 我们比如说我如果希望用函数的话 那当然插入函数 第一个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逻辑里面 if if里面的话他主要是会跟你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的logic test 其实意思就是说你的逻辑 我的逻辑就是说当这个乘七如果他大于等于60的话 大于等于60的话 那我就给他合格 反之我就不给他不合格 所以这边的话呢,当然我们就输出嘛 输出的话也许这边就打一个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OK,那这样是为true,value if true 如果合格的话 那把它复制贴过来 这边加一个不好了 不过你会发现 虽然我前后没有加双引号 一开他会自动加 因为输出是一个文字 是一个字串 OK,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一直强调 有些东西看起来 虽然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却是关键 很多人说少加这个就完蛋 OK,少加就不对了 好,那所以这样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把这个抓过来比对一下 是不是大于等于60 是,那是就合格 那像这个的话就不是 不是就不合格 所以按确定的话呢 向下填满 那基本上呢 全部都做完了 不过呢 当然呢 我们如果假设啦 当然一般不会那么单纯的 比如说一般呢 不是只有合格不合格 我要说什么呢 假设我多一个标准 叫多重 什么叫多重呢 如果80分以上到100分是A 然后80到70是B 然后80到70是B 70到60是C 不及格就D好了 如果我变成本来是合格跟不合格 两个条件 处跟FORCE刚刚好 可是我现在怎么样 突然变四个条件的话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时候的话 你要想 如何把多重ABCD做出来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可能就眼睛看 这个A 这个是C 这个是D 那不对啊 如果这个班 如果假设有100个人 你不是起 不是做半天才做不完 OK 所以怎么做呢 特别注意 当然也有几个方法 如果你不用VBA来做的话 一样用函数 插入函数的话 这边有没有if 那if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TW跟FORCE 它只有两个 可是我有四个啊 那怎么办 你必须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 其实有个概念 就是在if里面怎么样 再插入if 也就是if里面还可以再加if if里面还可以再加if 那if一个的话呢 可以判断一个TW跟一个FORCE 后面的话呢 可以再针对这个FORCE 再去判断TW跟FORCE 所以说 这个要超状的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逻辑什么 如果这个乘积呢 大于等于80 不过从上面开始 先从80开始 大于等于80 那就是A OK 那剩下来的话呢 就BCD 可是问题哦 这边FORCE部分还要再判断 所以呢 还要再判断的话 有个方法教各位 优标放这边 你在插入函数 第二次以后插入函数 请你点这边 特别是哦 如果你 我们之前第一次插入函数 是从这边 之后如果你函数里面 还要再插入if的话 记得哦 请你从这边 下拉清单来做 它会帮你把它 再根据这边有BCD1 再做逻辑派 所以1 优标放这边哦 2的话呢 插入这个 点一下if 那你会发现哦 它会帮我把什么呢 一复 这个条件为A 剩下来的又多一个什么 关键的地方就是在 这个FORCE里面呢 再做一次逻辑判断 OK 那什么逻辑呢 再来就B嘛 所以如果这个层积 大于 等于 70 70的话 刚刚是80 下一层 70 那就会是B OK 那剩下来的话就是C跟 那C跟D怎么办呢 一样 再按一下 插入 再一次哦 记得游标先放在这边 然后再点一下 if OK 那一样哦 这边的话呢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这个就是C 反思的话呢 那就是D OK 好 全部做完了 那这个的好处哦 如果你用前面这个下拉清单做的话呢 它的好处就是你全部 它做出来公司这么农场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觉得比较不容易做错啦 不过呢 如果你 怎么讲 你习惯 我发现有些同学不习惯用这边 反而习惯 那没关系 你可以从头打到尾 不过 打到尾的话 你要记得哦 前面有几个前刮弧 后面就要几个后刮弧 因为 这个公司最容易做错的 就是你刮弧 总数量 如果少一个 它就会出错 还有逗点的位置 也不能逗错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 当然有人习惯 或者你平常做很熟练 OK 但是不过如果你不是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用刚刚那种方法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这样就做出来 向下填满 OK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这个是不合格的D 没错 不合格 这就不合格 那这个是70分 刚好是B 这个是80分 刚好是A 这个是刚好60几分 就是C 好 那所以刚刚我们主要是用到一幅 这个是一个一幅 那这个是用三个一幅 最后的话 我要把它变VBA的话 怎么做 VBA你想说 那我就把公司丢过来 各位也可以 不过如果我今天不是只是把公司丢下来 我是希望用VBA重新撰写一样的结果 但是我只是输出到这边而已 比如说我可能需要几个按钮吧 一个是合格不合格 按下去合格不合格 就自动帮我列出来 如果按一个什么呢 这个判断 然后判断多重 就把多重的帮我列出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切一下 那这个逻辑在任何地方都非常重要 因为你工作里面 会充满着非常多的逻辑判断 那如果你要用你的眼睛来看 会非常的花你的这个力气 但如果说你要把这个逻辑判断 把它变成一个自动执行的结果的话 那其实你就有必要把刚刚第一个 逻辑的函数学好 OK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的话有异幅嘛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将来希望怎么样 能够更高效率的完成的话 也可以完全不用下公式 直接怎么样 把它变VBA 让程式写完之后 以后按个按钮 自动帮你把所有的事情完成 那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